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看一个人的手掌紧区区方寸之地 但是富贵贫贱 智慧闲鱼 妖兽及胸 婚姻感情等等竟在这一小小的手掌之中体现 看手相一般是从三大纹路 八大丘 五大线纹等重要特征来谈 并且手掌形状和手指长短等其他因素也都会影响个人的发展 那么看手相是看哪只手呢 大家所知道的男左女右其实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为了能有更多的观察 看手相最好是两手都要看 从手上可解读的东西特别多 我们今天主要讲解的就是五大线纹中的感情线 关注透天机 感情线作为掌中最主要线纹之一 不仅表明人在爱情方面的运势 也透露了关于心脏和血管方面的宝贵线索 感情线又叫做天文也称作爱情线 好的感情线一般声明无干扰弧度很好看 绝大多数的感情线起源都是位于手掌边缘小指下方 从此处穿过手掌上方 大部分的终点都落在食指底部附近 有的在中指附近就结束 一个人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 情感特质都会在感情线上体现出来 感情线的位置和形状透露了一个人内心的敏感程度 还有对爱情婚姻以及其他感情的期望 而每个人所处环境不同 感情线自然会有所不同 一般感情线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感情线终点在食指感情线终点在食指底部 那表示你在感情上有完美主义倾向 对你爱的人标准很高期望也很高 挑选情恩较为挑剔 但是一旦你认定了一个人 就会全心全意的去爱对方 二感情线终点落在两指中间 感情线终点落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 这是很典型的终点位置 如果你刚好是这种情况 那么显示你天性温柔亲切 对另一半爱得很深沉 喜欢为所爱的人做事 常常用行动表达你对他的情感 甚至对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是如此 三感情线较短感情线只延伸到中指的下方 这种情况显示你的性格是比较冷酷无情的 是个对亲密关系很缺乏责任感的人 你只想享受不想被绑住 而且还不想就一对一的关系许下承诺 对你而言短暂的恋情就已经足够了 四感情线尾端分叉 感情线尾端分叉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一种 这表示你的情感与智慧两者兼具 末端如果是一分为二 则表示你这个人温暖 浪漫又不是冷静稳重 若末端三叉则更好 表示所有感情线的优点都包含在其中 你清晰的逻辑思考中带有感情 是个充满同情心的倾听者 五感情线直穿过手掌感情线 直穿过手掌到达拇指侧 这种类型表示你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 总是把工作放在感情前面 会忽略自己的爱人和家人 长期以往感情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六感情线中间有导纹感情线 在无名指和小指之间出现导纹 这表示你是个激情多变的人 即便年岁长成 但是你的性格仍跟小孩一样 对感情没有很认真 随意结交异性 感情太过复杂 甚至是会影响事业发展 以上只是举例一些不同的感情线类型 此外还有包括感情线的分支 细纹 长指 色泽等等不同的形态 也都会对情感运势带来影响 很多人可能对手相都是持怀疑态度 但所谓相由心生 一个人的运气好 他的气色就好 手的色泽看起来比较健康 纹路比较清晰 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二立性的人 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 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 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由此可见以相举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 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 还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手相上的线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时刻都在发生变化 也在展示着你现阶段当下的运势发展 所以不能故意的 禁止的看手相 如果能够将一段时期的手相进行 比较则更有价值 第二 这种手相万里挑逸 难有掌权掌财 你有科夫克子 一 了解段掌纹 大家都知道 人的手相是有三根主线 生命线 智慧线 婚姻线组成的 不过有一部分人是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 形成一条线横在手掌中间叫段掌纹 也就是别人都是三条线 你的手相是两条线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线 一只手段掌纹是单手段掌纹 两只手段掌纹叫双手段掌纹 二 段掌纹的人多吗 据估计 单手段掌纹有10%的概率 如果是双手段掌纹 应该在3%左右 概率不高 三 段掌纹的优点 段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 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 一般比较睿智 聪明 判断力强 能力强 比较重感情 爱增分明 做事果断 利于事业发展 对朋友亲情感爱感恨 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 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 贵人较多 有恒心和耐心 具备敢打印仗的性格 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 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那是更好 很多有名企业家 官员 一届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 断掌纹的缺点 断掌纹的人比较极端 固执 较劲 容易出错 如果二只手都有断掌纹 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安 得理不让人 不达目的 绝不罢手 但是记住过刚一辙 过刚一断 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伤大的麻烦和灾难 比如引起官司口舌 牢狱 假如手相干枯 肉骨 无弱 再有断掌纹 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 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 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 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 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 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 一生官非较多 当你爱上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 哪怕是自己错的 你也不好改变自己 甚至容易过激 五 断掌纹的婚姻 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 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 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 幸福 甚至一生一世 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 他便恨得相当强烈 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 刚毕自用 暴躁 也容易感到灰心 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 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相当小心 这种人性格多疑 对人大多不信任 所以断掌纹的朋友 婚姻观比较极端 男的还好点 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 如果是女的 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 因为这样的女人 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 对待感情 较真追求完美 激动的时间 极端暴躁 很难自控 一旦失去感情信任 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 六 段掌纹的事业 段掌纹的男人性情中梗 工作能力很强 责任心极强 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 都由自己读过去处理 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 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 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 交给别人去做 也老是牵肠挂肚 非亲自去感叹一下 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 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男人 段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 对待歪门邪道 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 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 都是非常高的 事业成大事的人 段掌纹居多 段掌纹的女人 也是事业型的人物 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 但段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 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 第三 女生有段掌纹好不好 所谓的段掌 是手掌上的感情线 与智慧线重叠为一而横过掌面 是形式风格相当有魄力的女人 而这合二为一的段掌线 其位置如果过高近手指根部 则会流于感情冲动而缺乏理智 而如果位置低 则是理智重于感情 非常固执 很少会主动的认输和主动认错 一 女生有段掌 在传统的首相学里认为 女性段掌会行个丈夫 是因为这类的女性 往往主见强 能力好 不喜欢被命运左右 所以具有反抗传统叛逆的特质 因此在夫妻社会下 被视为对丈夫权威性的挑战与不利 才认为女性段掌 感情婚姻会不胜 而且会产生客服 二 不过随着社会开放 男女平等段掌女性的特质 反而能适合社会 成为女强人 职业妇女 虽然个性比较强势 对婚姻较有意见 但可以用包容沟通的方式 降低与另一半的摩擦 可服的情况就不那么明显 三 在众多知名的一线女性 比如蔡依林 梁静露 张子怡等等都是有段掌的首相 故 综上所述 女生有段掌 也并不一定像自古以来的那样 段掌的女人 主歌性上会比较好强 用到对的地方 恰到好处也一样 可以取得很优越的成绩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